中方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冷静克制 避免紧张局势 进一步升级 经中老协商 自2024年4月13日起 逢周五 六 日 一新增开行西双版纳 至朗布拉邦间的国际游客列车一对 后期根据客流需求适时的调整开行的规律 这充分说明中老铁路带火了沿线的旅游产业 激发了消费的新动能 推动了中老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 真正实现了一线共襄 千里同好 关于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支持所罗门群岛 人民 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不久前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希米纳时也指出了 中方主张各国在发展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时 应当坚持岛国自主 坚持发展为先 坚持开放包容 这也是我们发展中国同索罗门群岛关系的主张 墨西哥和阿瓜多尔都是拉美和加勒比大家庭的一员 希望有关国家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 在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框架内 妥善处理矛盾分歧 法勇副总理兼外长访问期间 双方将就中私关系 各领域合作 多边协调 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这是斯洛文尼亚国家领导人时隔五年再次访问中国 相信一定会进一步巩固两国的政治互信 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我们也欢迎斯洛文尼亚经贸代表团 随法勇副总理兼外长来华访问 这充分说明四方及欧洲的企业家们 对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充满期待 根据澳方通报 截至目前事件造成一名中国公民死亡 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驻澳使领馆已促请澳方全力救治伤员 积极为家属赴澳善后提供权力协助 密切关注调查的进展 我注意到你提到的这份报告 根据报告福特台风黑客组织 实际上是没有国家和地区支持背景的 勒索病毒的网络犯罪弹火 暗黑力量 种种的迹象显示 美国情报机构 网络安全企业 为获取国会预算拨款 政府合同 合谋拼凑所谓的证据 散布中国政府支持对没有网络攻击的虚假信息 众所周知 美国才是最大的网络攻击的来源地 是网络空间安全的最大威胁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一些人贼喊作贼 把网络攻击溯源当成打压中国的工具 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 严重侵害了中方的合法权益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网络攻击 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 各位 谢谢大家下午 欢迎迎出席 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下午